第七百五十章 看上这样的关系 真是让人唏嘘感叹 老夫人留她下来 在沈家吃午餐 芸汐看了看时间 也不好拒绝 只能留了下来 吃完午餐出来 沈依晨亲自把她送到门口 给了她一个 把缘大小的红包带 芸汐 这是给你的新娘红包 谢谢长公子 芸汐看了一眼 她的手里没有任何图案 手包的红纸红包带 有些意外 真不用我送你回去吗 沈依晨看着她 有些舍不得 她就这么早回去 新娘闲下来 她反倒觉得整个人 无所事事 看到她来家里拜年 心好像一下子就定了 不用了 司机的车子就停在门口呢 沈依晨依依不舍地 看着她上了车 目送她出了别墅去 好半天都不愿挪开脚步 别墅外头 蒋其林的车子 已经等在了门口 看到他们的车 驶了出来 她才吩咐锦衣 把车开过去 被拦下 芸汐看了一眼 外头的车子 再看看 从驾驶座上下来的锦衣 跟司机吩咐了句 让她先回去后 转身上了蒋其林的车 上了车 蒋其林把一份牛皮纸袋 递给她 这是刚刚出来的检查报告 你看看 芸汐知道 她一刻也不想耽搁 快速打开纸袋 翻看了起来 厚厚一点 仔细看下来 很多的检查 普通人都得一个星期 才能出来 她不过几个小时 就弄到手了 这有钱 果然能走很多的后门 具体的恢复情况 比她料想的要好很多 虽然这两年 她已经放弃希望 没有再做任何复件 但是之前一年的努力 为她累积了很好的基础 再加上锦衣的照料 她的腿部肌肉并没有萎缩 加上她后期的治疗的话 站起来的可能性很大 情况比我预料得好 冲着这个检查报告 我能告诉你 治好的几率有70% 不过还要看你的毅力 我想 蒋大少经历了那么多 毅力这种东西 对你来说应该不在话下吧 只要能站起来 任何呆驾 我都不在乎 芸小姐 你想要什么 我也都可以成全你 芸汐怂怂肩 目前为止 我不缺什么 治疗你这个腿 我需要的东西 你准备齐全就行了 这个没问题 你需要什么 直接跟锦衣说 她会准备齐全 好 芸汐跟锦衣要了纸笔 把大概要的东西 一一写了下来 顺便写上了 自己的手机号码 这个治疗的时间呢 可能会比较漫长 而且还要看你恢复的情况 蒋大少 您可能需要多一些耐心了 这么多年都熬过来了 这点时间我不在乎 嗯 那好 后天开始吧 反正我过年 也没有什么外出计划 不过一个星期后 我要出国领奖 这个治疗时间不能间断 你 嗯 我会让锦衣订机票 我跟你一块过去 芸汐想了想 只能点点头 也好 可能会折腾一点 得辛苦你了 哼 是辛苦你才对 蒋麒麟笑了笑 从兜里拿了个刚刚准备的红包 递给他 新年快乐 谢谢 谢谢蒋大少 反正都把他当孩子给压碎钱 他也没道理拒绝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